平安证券发表的汽车和汽车零部件的研报指出 今年乘用车的销量同比增幅已经连续三个月为负 除了SUV之外继续保持 除了SUV是保持这个40%以上的高增长之外 其他乘用车的销量都是降幅扩大 而新能源产量继续大幅度的增长 与此同时汽车行业的利润降幅也在扩大 所以研报认为轿车的销量萎缩才刚刚开始 SUV的高增长期仍然没有结束 所以继续看好SUV的升级需求 建议关注向江宁汽车广汽集团新能源汽车方面 2016年到2020年新能源车的补贴幅度将会大幅度的下滑 因此大家一定会在最近急着买车 所以15年下半年新能源商用车将会超乎预期 建议关注雨通客车 研报还看好了顺应汽车环保及智能化零部件的企业 也可以关注像军胜电子骆驼股份和微幅高科等等